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录这个视频呢 非常非常大的空瓶机 因为我真的已经打了好久好久了 非常非常多的空瓶 而且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 我觉得有意义可以讲的东西 那些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讲的 都被我扔掉了 然后还是剩这么多空瓶 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 满满干货的一个空瓶 给大家拔草的一个视频 里面有很多很多网红产品 然后跟大家讲 我是不是喜欢这些网红产品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我最近都有用完哪些东西 就记得往下看吧 现在视频的开头说一下我的肤质 我的肤质是混游 下混游冬天会稍微干一点点 但是我的T区是一年四季都会出油的那种 而且我的皮肤是属于一旦营养过剩 就很容易长痘 长闭口的 来讲护肤品 然后再讲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护肤品我就按照 护肤这个顺序来一个一个讲 首先呢就是卸妆 是这个Bosha的Makeup Breakup Cool Cleansing Oil 我是非常喜欢它的 这个Bosha呢其实是日本那个Fanko牌子的北美线 所以它卸妆确实非常好用 乳化速度很快 这个油的质地就很舒服 不会闷闭口 洗的很干净 基本上非特别防水的 睫毛膏洗的都非常的快 然后呢我觉得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好 因为它其实是150毫升 40块钱 40加并这样的价格 就是肌带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吧 但是你想要的一个卸妆油的这个需求 它都能满足你了 然后它除了这个150毫升以外呢 还有一个小号的 三四十毫升的 所以如果你想尝试这个鞋装油呢 你又不敢买大瓶的 你就先买小瓶的试一试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找到比它更便宜的 然后同样好用的鞋装油 或者我没有找到比它还要好用的鞋装油的话 我会回购这一瓶的 然后截面呢我想把这两个一起说 一个是这个Cetaphil的这个Oily Skin Fencer 是给油性皮肤的一个这个鞋面 和这个K Somerville 也是一个针对油皮的这么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是它的Gentle Daily Wash 一个是温和的每天的鞋面 这两个我都是用来做晨洁 就是早晨鞋面的 因为我觉得它洗的不是特别的干净 因为就不是那种油皮 喜欢那种洗盘子样的那种洗面的感觉 这两个都是比较温和 然后弄那种褶泥状 然后不怎么起泡的那种 然后早上用就很舒服 然后不过肯定是不会干的 就是洗的还挺干净的 我觉得就是你 虽然可能不会觉得 你把脸搓得很彻底 但是你能感受到 该带走的灰尘啊 脏的东西 它都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然后这样子我都挺喜欢的 暂时不会回购 是因为我觉得洗面奶的种类 很多很多 还有很多可以尝试的 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很便宜 这个三四十加币好像 所以跟前面来说不是很便宜了 然后它这个包装其实我不很喜欢 它是用卷起来这样的包装 就你可以twist up 然后这个就可以开一下就挤出来 然后再转回去 它就会封上这样 但是因为这个洁面 你平时放在你的那个 梳妆台啊 都是这样放着的嘛 所以它这样的话 就会有那种 没有抹彻底的洗面奶 就是留在这个上面 然后就会弄脏那个台子 所以我还不是很喜欢这个包装 但是这两个我觉得 作为普通的沉洁 都是还不错的洁面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喷雾 我一般洗完脸之后 我会马上喷一层喷雾 OTL的这个葡萄水 这种是比较稀释了的 比较轻薄的 没有什么负担的 喷出来就是那种很雾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味道虽然不是很好闻 但是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没有说很不好闻这样 它上脸的感觉就是喷了一层水的感觉 就是好 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多滋润的这种效果 好像就是只是喷了一层有味道的水的这种感觉 而且因为我知道喷雾并没有太多护肤的这种功效 其实就是一个实用感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喷雾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信财比有点低了 因为它其实还蛮贵的 就是不是特别推的便宜这样 200毫升的话用的还挺快的 因为它是完全就是喷出来是那种水那种 叉叉叉的那种雾的那种感觉 所以用的很快 所以我是觉得我不会回购这个 它没有给我这种很特别的说 非得用这个喷雾的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还挺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喷雾 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喷雾不是那么的适合我 因为接下来我要讲这两个喷雾 也是我空瓶的 也是我空瓶可能已经有30多个的喷雾 就是这个Mario Badescu这个玫瑰喷雾 这个我在家里还有存货 我就是家里永远都有存货这个水 我用的非快 然后它很便宜 这个基本上你要是原价买的话 就7块钱 打折买可能就5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样 然后这个是它的玫瑰的香味 它还有黄瓜味跟一个薰衣草味的 然后这是最原始的那个玫瑰的水 它喷出来它的这个成分很简单 没有很复杂 它喷出来这个物我很喜欢 我反正喜欢就是它玫瑰的香味非常非常的正 因为这个玫瑰的水就是闻起来就是像 很好闻的你像玫瑰花园里面 闻到那种玫瑰的香味非常的好闻 就很舒服很宜人那种感觉 另外我觉得它跟这个葡萄水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葡萄水喷上去之后就觉得喷了一层水 但是这个玫瑰水喷上去呢 就会有一点点保湿的感觉 就让你觉得好像有那么点滋润的感觉 因为它也很便宜 买多少你怎么用这个喷雾都不会心疼的这种 我觉得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的一个喷雾 所以我会一直买 然后我现在家里有一直囤货这个喷雾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喷雾 我有两个基底液想先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是一个超级超级网红的 这个资深堂的红妖子 我买的这个是75毫升 是我在日上买的 当时它有一个包装 就两瓶75毫升 非常的便宜 这已经是我第二空瓶了 我觉得它里面是有酒精的 我是挺排斥 在皮肤上长期使用有酒精的东西的 挺好吸收的 不过让你觉得你多涂了很多层的感觉 就是很轻薄的铺了一层底 让你以后的这个护肤品更好吸收的感觉 我有一段时间就没有用这个 我确实是感觉我那段时间的面霜 吸收的好像没有 在有用这个的时候吸收的要好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确实是有那么一定的 促进你后续护肤品吸收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是属于那种 可有可无的护肤产品吧 这不是说我一定一定要用这个产品的 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我用了150毫升吧 我有点累了这样 不想再继续回购这个红腰子 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基底液 如果你想尝试基底液的话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它的价格也没有特别的贵 其实因为75毫升还用了蛮久的 日常买还挺便宜的这样 所以我其实自己我还是蛮喜欢的 主要是因为我用的太多了 所以我不是很想回购这个 另外一个我空群的基底液呢 是这个亚顿的这个 之前也是有段时间上 微博上挺网红的这个亚顿的基底液 这个小银蛋吧好像是这么叫 它这个后面呢是有个这个开关的设计挺好的 就是你这样打开之后 才按得动这个泵头 然后它挤出来也是这种褶梨状的质地 然后是这样的 这里面我也觉得是有酒精的 我觉得这个比它的这个质地要稍微厚重一点 就这个让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轻薄 这个真的是完全很轻薄的感觉 它就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它有一时候上了以后呢 会让你觉得有点沾有点厚重的感觉 就没有这个使用感那么的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就是促进 护肤品吸收的效果也没有这个的好 所以这两瓶的话我觉得我会选红妖子这样 所以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我是不会回购这一个的 再一个精华空瓶呢是一个网红 这个安瓶 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他说这个是比较适合混油皮 然后呢他自己是干皮 所以他把这个送给我了 我是不觉得它有那么的神奇 我就用完这么一套下来 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感受 没有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多么多么的好这样 可能是因为用的量比较少吧 这里面只有十管 然后呢一管我只有两毫升 一管可以用一天早一次晚一次这样 这是我用空了的 我给大家留下来了 然后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玻璃管 然后你每次要把它在上面撅下来 然后再套上这个套 然后呢这样可以挤出来这样 它上脸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沾的话 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吸收 没有让你觉得有滋润的感觉 也没有让你觉得有什么清理毛孔的感觉 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就用了这个感觉之后 就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就跟没有用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一套安瓶吧 我觉得我肯定是不会回购 而且在国外买也不是很方便这样 接下来呢是眼霜 首先是这个Origins的这个 Gene Thin Refreshing Eye Cream 这是Brighton and Depuff 就可以让你提亮跟消肿 它是一个针对早上用的眼霜 它后面的这个instruction也有写说 让你早上用 然后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中样 但它已经有15毫升了 所以我就可以跟大家提一下这样 就是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眼霜的大小了 这个眼霜真的是我用过的 这个世界上可能最难用的眼霜 我后半管期用的时候都是在痛苦中用完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还要再继续用这个眼霜 我这样有一段时间我的眼下比较干 我抹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它更干了 因为它很粘的黄 让我觉得我的眼睛完全没有被滋润的感觉 而是被扯拉的这种感觉 它虽然说它有提亮效果吧 但它其实就是在里面添加了那种粉色的珍珠粉 虽然你抹完之后呢 因为它里面有颜色 所以让你觉得它变拔了 其实跟这个眼霜眼的关系又没有 而且并没有depuff的感觉 没有消肿的感觉 没有任何感觉 反而实用感很差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好用 然后呢这个价格我觉得完全不值 就是一个不要买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唇雷的一个东西 我不推荐 不会回购 下面呢是一个网红产品 也是个眼霜 是一个La Mer的这个绿瓶的这个眼霜 然后这个眼霜呢 我不是很喜欢这样 还剩一点点马上就要用完了 然后它是种很轻薄的 乳液化的质地 然后你抹出来呢 会让你觉得你的眼下有一层膜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保护膜的感觉 我觉得是保湿效果是有一点的 但是我冬天的时候我的眼下非常非常的干 我觉得它不够保湿 做早晨的眼霜可能还不错 晚上的眼霜呢我觉得不是很可以 另外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质地吧 有一种那种油油甲滑的感觉 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真的很深层滋润的 而是那么浮在表面的那种滋润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配它这个价格 另外呢它这个质地因为很轻薄嘛 15毫升的真的非常的快 这个眼霜我只在晚上用 大概就三个月就用完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呢 不是很性价比不是很高 而且其实它的价格是270加币的将近 我觉得再加一点点钱 你就可以买更好的 就是蓝鱼子这样的眼霜了 所以呢我不会回购这个眼霜 我已经买了蓝鱼子的眼霜 我希望那个眼霜能够好用一点吧 然后这个眼霜我唯一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按摩棒 它这个按摩棒的确实 我觉得是很有质量的一个按摩棒 它这个金属头是蛮重的 然后你每一次用的时候 就有冰冰凉凉的感觉 所以挺适合早上就用来这种消肿的这种效果吧 然后确实我觉得抹上去的时候 有一种按摩到你的这个穴位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确实这个重量很够 所以我觉得这个眼霜如果做早晨的眼霜 可能确实是个不错的眼霜 但是做晚上的眼霜呢就不是很够 如果你预算足够的话呢 我觉得买它做早上的眼霜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点低了 所以我不会回购这个眼霜的 接下来呢就是面霜 面霜我一共空屏了一个 先是一个中样的 这个15毫升的这个Dr. Dennis Gross 就里面是有A纯的 抗衰老的晚霜这样 所以我觉得已经足够让我讲出来 我的感受了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面霜 我也不会去买正装 我觉得它很油 而且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油 其实我没有任何闷闭口闷冻的现象 但我就是觉得它假假 就浮在表面那种油腻 我很不喜欢那种感受 也没有让我觉得它很滋润 也没有抗衰老的感觉 我觉得也都没有很好 使用感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整体我觉得不许选这个面霜 这样可能对干皮来说它不油 但对我这个混油皮来说 我觉得还挺油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不许选这个面霜 如果你是干皮 你想找一个抗衰老的面霜 这个可能会适合你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 滋生糖的这个 是一个抗衰老的24小时一个晚霜 然后它这个瓶子很有质量 是很重的那种磨砂玻璃瓶的质地 然后呢就是让你晚上用的这么一个面霜 这样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面霜 我觉得它太滋润了 它不是那种假油 它确实是挺滋润的 但我觉得它很过 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闷闭口的嫌疑 我用它的时候闭口不断了可以说是 所以我不是会选这个面霜 另外呢我觉得它也不是那种很深层色 就是能够一直深入到你的皮肤底层 那种滋润的面霜 也不是那一种面霜 我觉得就是那种是挺滋润的吧 但有没有特滋润 又有那种不是很舒服的那种滋润的面霜 用这个面霜的时候其实也是冬天 我也没有很喜欢这个面霜 所以我是不会回购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有点太滋润了这样 如果你去干皮的话呢可能会适合你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面霜 下一个呢是我每一次护肤完成之后 最后一步会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The Ordinary这个牌子的这个绞砂油 我还挺平凡的我还蛮喜欢用它的 它是用很水状的这种油状的质地 我有单独出一个视频讲了六个 The Ordinary产品的一个非常全的一个介绍跟测评 我非常喜欢The Ordinary家的东西 这一瓶也毫不例外 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它虽然它的这个使用感是很刺的 因为它里面就是纯天然就是绞砂油 没有任何的添加辅助的成分 所以它抹在脸上是就有纯油的感觉 就很油很油的感觉 可是我用它的感受就是 我知道我不管抹多少层 不管我挤多少在手上抹在脸上 我知道它绝对不管闷闭口闷痘了 因为脚砂是一个很容易被皮肤吸收的一个成分 用它抹在脸上会让我有一种 就是把之前的抹抹品压进皮肤里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挺喜欢这个油的 就是我用空的第一个油 对于会用来说其实这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油的 我觉得它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 这个油要30毫升 然后只要六七块钱这样 成分天然 没有任何的添加东西 就很安全 我觉得挺相信Dior的这个牌子的 我很喜欢这个油 会不会回购呢 我暂时不会回购 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它 而是因为我还想尝试 就是Dior的那种一家其他的油类 所以算是一个回购的这么一个意思吧 下面呢是一个面膜 也是一个网红产品 是这个Fresh的这个Black Tea Perfecting Mask 就是那个脸里面是土豆泥那种质地的面膜 这一瓶是100毫升 我用了真的超级超级的久才把它用完 所以我觉得对于它的价格来说 它容量还是挺多的 就很滋润的感觉 然后抹上去瞬间是冰凉冰凉那种感觉 就特别特别的凉 所以有一种顺时镇定你皮肤的感觉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用完这个面膜之后 让你觉得毛孔变小了 皮肤变细腻了 我觉得其实就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就是它你这个脸瞬间变得特别特别的凉 然后有那种镇定的收缩毛孔的效果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面膜有点鸡肋 就是它的效果完全就是及时的 过夜都不行 就只是当时用完之后 你觉得面膜变好了 使用感呀什么都没有问题 只是它对你这个效果真的是 可以说是零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我用过的附雷师的产品 就fresh的产品 对我来说感觉都是挺鸡肋的 就好像都挺好用 但是又觉得都没有什么效果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对这个牌子挺失望的吧 可以说是 所以我是不会回购任何附雷师的产品的 如果你有用过附雷师好用的东西 你可以推荐给我 接下来我空瓶的是一个眼膜 是一个网红产品 就是一个月威眼膜 我有在我的2017年度护肤最爱里面 有提到这个东西 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眼膜 即时效果非常的好 我觉得也有确实对眼下这个小细纹的 这种改善效果 我觉得也是有的 做完之后就会有一种那种 眼部被抽住被提拉住 有提升的那种感觉 我非常的喜欢 面膜纸的这个厚度 薄度也很适中很服贴 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面膜纸会变得就是很干很干 就是让你觉得眼下的肌部 有真正的在吸收 它这个眼膜里面精华的这种感觉 非常非常不错的眼膜 我暂时没有回购 是因为在北北买这个眼膜 就很不方便 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眼膜 我买它是用通过日本代购买的 另外呢我觉得它价格有点高 因为它其实付的挺快 这里面只有12对这样 然后大概就是要100刀 然后呢我最近买了那个日本的蛇毒眼膜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个 然后那个性价比很高 我觉得可以成为月威眼膜的替代品 因为我现在非常喜欢那个眼膜 所以我暂时不会回购这个眼膜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个眼膜 我可能推荐你买一个试一试 以上呢就是我所有的护肤产品 真的讲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口好干 现在呢开始讲一些彩妆类的 或者护发类的一些产品 然后先从这个开始说讲 这是一个防晒 是这个资深堂的小白管 这已经是我空瓶的第二个了 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防晒 我有跟我很多朋友推荐过这个防晒 它是一个挺适合油皮的一个防晒 是那种经典的涂改叶质地 很轻薄 上脸没有什么负担那种 然后呢不会泛白 虽然它是白色的 然后它防晒指数很高 50 基本上我觉得日常的这种防晒量是够了的 是这样白色的涂改叶的质地 然后呢这个是防水的 是不会脱的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个防晒的 不会回购 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贵 我是一个非常追求性价比的人 我觉得如果我发现这个东西好用的话呢 但我觉得它贵了 我就会一直寻找 跟它一样好用的 但是更便宜的替代品这样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如果你们有用过 我会很推荐这个 再次来呢是一个这个润唇膏 是来自雅样的这么一个润唇膏 我不认为它这个牌子 还有其他的一些润唇膏 这应该是他们这个牌子 唯一里面的一个唇膏了 是这个三色层 就是给敏感的肌肤 敏感这个唇部的这么一个唇膏吧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唇龟状的润唇膏 我当时买到它这时候都在傻眼 但是里面就是 还是强忍的给它用完了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适合 说让你的嘴巴更柔软 解决你这个嘴巴脱皮的这么一个润唇膏 我后来就完全把它当做是口红的打底了 因为它里面会有种 就龟这种成膜的感觉 我还觉得蛮适合做口红打底的 但是对于一个润唇膏来说 我觉得它真的是挺不好的一个润唇膏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这个就是不能救急 也不是很适合日常的这么一个润唇膏 所以我不会回购这个 我也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 好 接下来呢 我用完两个眼线笔 第一个呢 是这个Kevin D的这个黑色的眼线笔 这是我2017年彩妆最爱的 也是我all time favorite 就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眼线笔 我用过很多眼线的眼笔 最后都是觉得没有这个好用 它非常非常的精细 能画出特别特别细的眼线 而且如果你去专柜 你把这个眼线笔 从这个柜台上拿下来 然后这样在手上画两道 对吧 试一下颜色 再把它放回去 这个眼线笔就已经干透了 怎么擦都擦不掉 干的非常的快 而且呢一天的不会晕妆 不会脱色 不会说戴到晚上就发现眼线没有了 就持妆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它有点防水了甚至 就实在是太持妆了 然后呢又很精细 纯哑光一点闪都没有 非常的喜欢 而且够黑 就我就是没有任何的缺点 把它也不贵 我觉得二十多块钱 这个眼线笔 可以用挺长一段时间的 干的也不是很快 我又买开完自己 这个棕色的这个眼线叶笔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眼线叶笔 如果你是喜欢画眼线的人 你还没有用过这个眼线叶笔的话 我很推荐你们去试这个 接下来呢是一个这个眼线的这个胶笔 是这个colourpop的这个眼线笔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best old 这个颜色是挺好看的 是一种九红色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有时候你画一些大地色的颜色呀 像这种棕啊金啊这种眼妆 然后配上九红色的眼线 会觉得挺就性感的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一个颜色吧 可是这个眼线笔 虽然说它只要五美金吧 换算成加笔也要七八块钱了 然后这个眼线笔 基本上不是被我用光了 是被我断光了 就它太容易断了 你只要转穿一点点 你稍微扯一下就断掉了 而且我觉得它没有很顺滑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有点扯着你的眼皮的感觉 就不是那种一下就可以slide一下 就滑上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好用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眼线笔 我觉得是挺失望的一个眼线笔吧 我觉得Colorpop的眼线笔的唯一的优点呢 就是它颜色选择非常的广 你想买什么颜色它们基本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想寻找一些很特别的颜色的话呢 你可以去买Colorpop的眼线笔 如果你只是说日常用 买一些棕啊黑啊 那种九红色的眼线笔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买开架的 我觉得开架的NYX的眼线笔 就做的非常的好 终于到这个视频的最后了 就是有两个头发的产品 第一个呢是这个Bombo & Bombo 一个挺有名的护发牌子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你洗完头发之后 头发是湿的 然后你用毛巾擦干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抹上这个 就可以进行后续 你可以就是air dry 就是让它晾干 或者说你拿吹风机吹干这样 就是一个在洗完头发跟吹干头发之间的 这么一个产品可以保护你的头发 有一种刺润的这种感觉 我一共买了两个这个 它一共有一个蓝色版的 是那种属于健康的头发 就是出油头发那种 另外它还有一个是紫色瓶子 我放图片在这里 那个紫色瓶子呢 是适合就很干枯的头发 这两个我都有买 我都很喜欢 只是关的区别 就是那个紫色那个瓶子呢 就是很润更油腻一点 这个是属于偏扯粒 更轻薄一点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夏天用挺适合 那个就是冬天用挺适合的 这两个我都很喜欢 我就抹上之后呢 确实让我觉得在吹干头发以后 那你头发没有那么的枯燥了 我变得很润润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而且也没有很贵 所以呢它有一个大瓶子 我买这种小样的这种版本 这个就是60毫升 我觉得用了还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 也有可能会回购的吧 如果我就是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更好用的这种头发的产品 我会回购这个 最后最后就是Baptiste Dry Shampoo 这个干棉洗发喷雾这样 这个已经是我用了第三款了 我有用过high-end 就是贵的那种Dry Shampoo 我觉得它们无非就是香味更好闻一点 我觉得如果就单纯的说 让你头发不那么油 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够了 其实最开始我买第一瓶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用 后来我发现我用错了 它这个用法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先喷很多很多的头发上 喷很多 然后呢你不要急着把它输掉 你要先用手这样把它抓一下 让它这个粉末 能够更好地进入你的发烧里面去 让它能够把你头发里面油这样吸走 先抓一下 让你觉得这个头发没有那么白了 那个粉末好像都消失不见了 然后再用这个头发的发梳把它梳掉这样 然后你会觉得你头发真的就看起来不那么油了 我觉得效果还挺明显的 我头发出油挺快的 我还挺喜欢用这个Dry Shampoo 我会一直回购这一个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超大超大的干货满满的空瓶剂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能够给你们拔很多的草 然后种很多的草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